从飞机、公车再到火车 32位槟城北海则机志工 从马来西亚到台湾花莲尽丝金色 体验金色师傅的日常生活 就是说很多人 大众都很多来 很多都来凝聚 在一起的一起来祈祷 一起来送金 那种的那个盗器是不一样 盗场的盗器不一样 在调的过程还要细心 看清楚那个菜叶啊 有没有那个虫啊 不好的要检查 就好像我们生活上 我们时时也要 完整自己啊 那种的生活上 有一些不好的要修掉 师傅很用心啊 连肮脏的子弹 他都放另外一个桶 然后要拿去洗 洗了干净了 我才拿来回收 拿来分类 早课 潮山拜金 挑菜和挑马铃薯 以及分类回收物 志工在金色师傅的带领下 精进置身 我们就把金色的经验 传承给新进来的人 那你们把挑菜的经验 也是带回去 这个也是一个学习 我们也是一个学习 上求佛法下度众生 那我们想说 你至少把挑菜 金色挑菜的精神 怎么样子习不爱物 金色金色也迎来大马圣美兰 和澳洲的志工 与北海志工 共同学习金色师傅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的精神 我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的教育 他们做了 他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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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习从那里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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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你真的必須要準備自己的食物 我們都常常去店裡購買或包裝的食物 所以昨天我們必須要做自己的食物 是一半的經驗 必須要準備自己的食物 當然會更好,你必須要拿自己的食物 回到心靈的家,體驗金色日常 期許把持续精神帶回社區,弘法立身 大愛新闻這三美志工林军院 黃瑞院張宏馬來西亞報導 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遠離災難 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